斗罗大陆一,大结局的完整版,今天开播了,说真的改动不大,大家期望的一些高光镜头有了,但是只是那么一点点镜头,下面我们来看看增加了哪些镜头吧。 第一个镜头,唐浩九环旗炸,独斗罗的死还是和原来的剧情一样致点非常遗憾,独斗罗使用美杜莎的绝望后死去,唐三分心让刚成神的比比东,偷鞋成功并捏碎了心脏,唐浩为了救下高空掉落的唐三, 在一瞬间使出九环旗炸把比比东打退述迷远 在改版前的剧情,是唐浩用浩天锤挡了一下比比东的磨连,第二镜头,见独斗罗放大招,见独斗罗和独斗罗帮助唐浩逃出了比比东的屏障后,为了拖住比比东, 见独斗罗释放了本命七杀剑,古斗罗释放了本命古龙,这大招碰都没碰到比比东,见独斗罗就灰飞烟灭了,这个剧情加得太不用心了,就多了那么一两秒的镜头,第三个镜头,千刃雪神格破碎,这个剧情就加了那么一句话镜头定住了两秒,在即将击杀千刃雪前加了一句,大局已定,千刃雪天使神神格破碎, 这个剧情你们买单吗?最后比比东死前还是和袁岚一样,并没有讲述自己过去的遭遇,玉小刚也永远不知道这个秘密了 是不是太大了!